太子 秦 他们是谁 他们都是专门伺候先王玉体的四人 他们刚给死人洗完澡 我不洗 那怎么行呢 太子在这洗完澡 再到先王林前磕磕头 往后就是天下的超天子了 那你跟我一起洗 这是春秋时期的开始 周朝的重要转折点 公元前七八二年 周宣王激进病逝 太子公升即位 史称周幽王 他作为太子时还毕恭毕敬 即位后就暴露了本性 周王室为宣王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只见三名巫师穿着红袍手舞足蹈 其余揭穿丧葬的白袍 只见一群全身黑服的人缓缓走入墓穴 原来这些人是给周宣王殉葬的 他们走在最前面 数十白袍者将宣王的棺果的车 缓缓推入墓道 而这些都是按周理规定的下葬方式 墓穴之上放着九支大顶 顶下烧着柴堆 伺候过皇帝的侍卫 奴隶及妃子都需要陪葬 他们相信天子到了阴间还是天子 奴隶意识 一个新的年号开始了 迎来了新的统治者 然而一切等级制度还是不会变的 然而就是墓穴不远处 一个红衣小孩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口中的歌词被大臣认定有不祥之意 而陪葬的不仅仅有人 还有天子骑过的战马 这地下有出事 是水葬的马 只见一匹战马从黄土中挣扎出来跑了 士兵们欲放箭射死 被侍卫长拦住了 不可放箭不响 大家都在猜想 新的君主到底能给天下带来什么 这是西州的最后一个君主 她荒淫无道 不理朝政 更加不顾百姓死活 公元前782年 太子功升即位 史称周幽王 在其父亲周宣王的官果下葬后 满朝文武及各路诸侯 身穿校服等着新王即位 新王却还在后宫与宫女玩游戏 无奈几位大臣亲自到后宫去迎 太子各地前来奔三个诸侯 都已经到齐了 赶快画上丧服吧 最喜爱的宫女催促新王 一面跑来拖住几位大臣 为首的大臣瞬间火冒三丈 还在捉迷藏的幽王 亲眼看到最喜爱的宫女 倒在了自己的身边 备受打击 他拿这些大臣没有办法 只好穿好朝服去即位 国王万天无击 万天无击 万天无击 面对大好的江山与百官的珊瑚 他并不高兴 甚至充满了厌恶 即位典礼过后 他暴露了本性 每日纵情歌舞 但乐女无数的他 并不满意眼前先王选的美女 他要在民间去海选 当众人散去后 他突然厌恶地 看向旁边称灯的侍女 就这样 周幽王勒死了称灯女 宣泄了他对旧职的不满 而他的心情还没平复过来 就传来奇山地震 百姓疾苦的消息 不过他丝毫不关心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 让官员去帮他 海洗美女入宫 而如此灾害下 引发了各诸侯 封地官员 及百姓的不满 大王不畏天辩 罢朔贤臣 信用兼邪 如此下去 只恐朝堂空虚 设计不保 朝堂是我的朝堂 设计是我的设计 空不空保不保 用不着你多罪 来人 何其蛇 关禁死丘 这是刚刚即位的周幽王 当时离首都不远三川地震 强烈的地震 引来奇山崩塌 遇难者不计其事 百姓流离失所 可周幽王却毫不在意 继续在民间选美 国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天崩地裂 乃常事 何必大惊小怪 为当今天天子选美才是大事 臣以为万不能平 国公言之有理 而太史柏阳父 敢于直见 认为奇山是不祥之兆 不过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知道说下去的后果 怎么不说下去了 你该不是想说 我周朝也要亡吧 而另一位大臣 把他没说完的继续说下去 他说得很委婉 大王若能敬天克敌 修正安民 自然就会天护神佑 要是继续不理国政 宠任令臣 那 以为这几句话没有问题 却被国公挑刺 由王下令将他罢免轰出首都 而另一大臣 看到幽王如此轻易就罢免 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希望幽王能收回成命 于是周王便说出来了一番谬论 便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这位大臣被割掉了舌头 被关进死囚 而一关就是三年 三年后 他的儿子通过太史柏阳父 来到狱中见到了他 而早已被割舌头的父亲 已经说不出来任何话来 伯阳父表示 周朝自武王伐咒 已经有250余年了 谁都知道天下将有巨变 他说出了商朝打己救父的故事 似乎说了办法 又似乎没说 而他想解救父亲兴建 决心拿前朝的方法一试 这是春秋时期最惊艳的美女包四 周幽王为了驳她一笑 因此而散国 王后认定她 她就是宣王下葬的匹马所变 是个妖念 而幽王为了求的这样一位美女 历经三年 百姓因为天灾 朝不保夕 幽王还要将为出格的名女 一车车拉走 百姓敢怒不敢言 哭声一片 周幽王每天都要从名女中挑选 却始终没找到最心仪的那一个 而比周幽王还要心急的 就是包想的儿子 包想被关禁死囚三年 只有他找到有王满意的美女 才能解救父亲 他四处托人打听和征选 终于有一天 在渭水河畔找到了一名名女 十四岁便有着倾国之容貌 于是包想的儿子便名义上与他兄妹相称 包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他连夜带着包四赶往京都 不小心摔倒了 听完哥哥的一番话 包四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 不出意外 包四一定会被周幽王选上 包想也会顺利得救 只不过周幽王因此三个月不理朝政 温五百官一润纷纷 王后身世看不下去了 他便来看周幽王的这个新宠 看到包四一席非福 表情严肃不会笑 便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而王后的一席话 并没有引来幽王的警觉 反而幽王想尽一切办法 要博包四一笑 这是西周最后一个君王周幽王 他旁边就是春秋时期的最美妖级包四 幽王因他而荒废了朝政 皇后称包四是妖念 从来不会笑 周幽王一气之下便废掉了皇后 立包四为后 为了博得包四一笑 几年来他想尽一切办法 却还是徒劳无功 连包四自己都劝幽王放弃 而幽王却听国公说 包四曾经笑过 只是有特定的场景中才会出现 那次微臣奉大王之命 送王后回宫的路上 王后望着马车前方的火把 悲悲发笑 那神情之美最烦人所有 幽王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他做梦都想看到包四一笑 让他这样的人都见你笑过 寡人天天哄你 却从未见你笑过 于是他命卫士人手 拿着两个火把 天天在殿前广场乱舞 可试验了好几天 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幽王急了 逼着包四笑 剑还是不行 便强行掐住了他的脖子 国公见幽王马上就要掐死王后 他集中生智 想到了一条妙计 大王 王后是从民间选来的美女 他望着马车前头的火把发笑 可能是喜爱乡间的野火 大王不妨起家立山 而国公的分析不无道理 包享的儿子 把他从民间接出来的时候 正值夜间 他坐在马车上 看着前面的火把 确实是笑了 幽王听到国公的妙计 便决定马上起家立山 而这里有长城的风火台 而长城之外有外敌 这是幽王没有想到的 大王 各路诸侯全都到齐 为臣见王后并无效意 是不是让诸侯先回去 他今天不笑我就杀了你 让他们先回吧 天子传旨 离兵未曾入侵 有劳诸侯跋涉 请回吧 周幽王听信国师府的建议 连夜前往点燃风火台 却丝毫没有想到后果 幽王这个架势 把风火台的守将可吓坏了 他苦苦劝谏 并声称要将出主意的人严惩 原来这离山风火 就是为了防范荣敌入侵 一旦失信于诸侯 后果不堪设想 守将的忠年 周幽王是一句也听不尽 大王 难道非弄得王国 才能明白吗 王国也不要你管 只见风火台的火一点 狼烟四起 各路诸侯便纷纷从各处擒王 只见风火台的火 以及各路诸侯的火把 毫不壮观 可包四还是不笑 周幽王尽情欣赏着歌舞 不顾诸侯在寒风中苦等 各路诸侯还不知道情况 只能苦等 最终经不过诸侯的催促 国师傅只能过来请求下令让诸侯们先回 包四这时却神奇地笑 周幽王也喜上没烧 而这一出闹剧 不只是天下诸侯看在眼里 附近的戎狄更是 公元前771年 戎狄找准机会 出其袭击周朝国都 而这一次点燃风火台 却无人来救 周幽王惨死于乱军之中 而包四却下落不明 后来诸侯相救 戎狄退去 太子即位后迁都洛阳 使称西州 但天子再无是权 春秋时期开始了 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断 子渡 不要问他 是 子渡 放人 什么 你走吧 他可是来杀你的 你竟 你可以不地 救不能不凶 此事不可胜长 谢谢你 这是春秋第一位小霸主 郑庄公 而刺杀自己的 是弟弟公子段派来的人 他不想兄弟不和 非一旦没有杀了刺客 反而让侍卫长不要声张 造成公子段刺杀哥哥的原因 在于母亲武将的过分溺爱 在父亲郑武功在世时 武将便百般要求费长利诱 后来勿生即位后 他见无法改变 便想一步步扶公子段去取代 他先是要求郑庄公 把志义封给弟弟 但接下来的要求就不好推辞了 那就把京城封给段吧 京城 你不答应 那就把段 赶出国门 便答应把京城封封给弟弟 可不封他无法向母亲交代 公子段分封后 武将马上叮嘱小儿子 让他一有机会就可以准备起事 可公子段觉得 士族车马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与其扩充自己 还不如削弱哥哥的力量 于是母亲第二次去求大儿子 而当时庄公的国都还不到一千兵车 调出四百 国都便空虚了 母亲又使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演技 他只能同意 而这一次大臣知道庄公已经同意 劝也没用 还好庄公派了最信任的大将率领 而这边公子段等不及了 直接派出了刺客 这把母亲都吓坏了 他并不想要大儿子的性命 只想小儿子去取代他的位置 还好侍卫长子都就下了正庄公 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段 子都 不要问他 是 这是春秋第一位小霸主郑庄公 而刺杀自己的 是弟弟公子段派来的人 他不想兄弟不合 非一旦没有杀了刺客 反而让侍卫长不要声张 造成公子段刺杀哥哥的原因 在与母亲武将的过分溺爱 在父亲郑武功在世时 武将便百般要求费长利诱 后来勿生即位后 他见无法改变 便想一步步扶公子段去取代 他先是要求郑庄公 把志义封给弟弟 志义 志义是显要之地 先君一命不许分放 除志义之外 任凭母亲挑选 但接下来的要求 就不好推辞了 那就把京城封给段吧 京城 你不答应 那就把段 赶出国门 便答应把京城封封给弟弟 而京城与国都相等 就相当于 郑国有两个君主 大臣们百般反对 先君有度 封地 大臣都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如果把京城封给了段 成了天出二日 民有二君啊 可不封他 无法向母亲交代 公子段分封后 京武将马上叮嘱小儿子 让他一有机会 就可以准备启示 可公子段觉得 士族车马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与其扩充自己 还不如削弱哥哥的力量 于是 母亲第二次去求大儿子 我要替你弟弟 求你来吧 母亲有事 只管分封 你把京城 封给了段 李莹再调拨些兵马 帮助段 束手京城 不知上去多少 兵车四百 上将一员 而当时庄公的国 都还不到一千兵车 调出四百 国都便空虚了 母亲又使出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演技 她只能同意 而这一次 大臣知道 庄公已经同意 劝也没用 还好庄公派了 最信任的大将率领 我随调出兵车四百 剩余段 还望翟大夫 连夜派人去请 引古封人 引考书 前往率领 而这边公子段等不及了 直接派出了刺客 这把母亲都吓坏了 她并不想要大儿子的性命 只想小儿子去取代她的位置 还好侍卫长子 都就下了郑庄公 这是郑国 一场特殊的内乱 由郑庄公的母亲 与兄弟挑起 刚开始 弟弟派刺客暗杀 他采取隐忍的态度 放走刺客 可郑庄公老感觉 有刺客要刺杀自己 于是下定决心 发明了一句成语 多行不义 以自闭 决心在适当的时候 给弟弟一点教训 当母亲武将 和弟弟公子段 得知刺客败露时 段决定提前启事 而启事 需要母亲做内议 你要帮我 要给我通通报信 这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这些骑士庄公已经知晓 但他不能采取行动 一来这样做 对兄弟不仁 二来会对母亲不孝 为了让弟弟现出原形 他假装自己要去洛阳 还带走了侍卫长子都 寡人五月初一 要去洛阳面军服政 多则万年 上则一个月 而让大臣债大夫监国 目的是为了 给母亲武将看到 武将很快派人 给公子段送去逆舰 声称五月初一 在国都新政城墙上 以白旗为号 可到了那一天 却没有看到白旗 还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自都奉国旗之命 趁我们来此 他率领攻击的精度 把我们的老官给断了 这下段傻眼了 他只能撤退武师里 就此安营扎寨 这时候的郑庄公 出了一张王牌 叫银考出 趁夜深之时 将断的全部兵马带走 致命他 留个板脑弱 而郑庄公在回去的路上 遇到一名锤吊者 他的一番理论 让郑庄公示意到自己的不对 谁也不去责备 那些引诱鱼尔上钩的人 却去责备贪贼的鱼尔 天下 有这样的道理吗 很快断发现自己的营中 只剩下老弱残兵 但已经骑虎难下 他率领这些老弱残兵 到了新政城下 公子断自杀 在死之前 他终于意识到 是母亲的过分溺爱 才让他走到了这一步 这是郑庄公黄泉任母的故事 只因母亲不喜欢大儿子 凡事都向着小儿子断 大儿子后来就是春秋有名的郑庄公 母亲却不惜放纵断 刺杀庄公 还帮助抢取庄公的位置 最终断羞愧自杀 母亲 是你害了我 母亲五将文之小儿子断自杀的消息 悲痛万分 前来找庄公算账 你还我断了 你要我还你的断 我还要你还我一个人呢 谁 我的弟弟 可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是他自己 是他联合弟弟来夺取自己的江山 你敢说不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自夺抓住刺客 早就命死黄泉了 郑庄公这次终于发现了对母亲的不满 母亲五将也终于意识到 是自己害死了小儿子断 于是 郑庄公下令把母亲幽禁在河南城影 过了一段时间 殷考书拿了一只猫头鹰 要给庄公吃 而天底下从没听过吃猫头鹰的说法 殷考书通过猫头鹰 想让庄公下意识想到自己母亲 这种鸟又小的时候 鸟妈妈不辞劳苦 为他捕食 长大以后 他却反过来着食他的妈妈 难道天底下还有比他更不孝的鸟吗 接下来一同进餐室 殷考书又以孝为名 不与庄公一同进餐 老母在家中尚未吃饭 考书我 食难下意 所以 想带一些回去 让老母也沾一沾国君的恩惠 殷考书趁热打铁 说起了庄公出生时的事情 原来他出生并非庄公理解的母亲 凭借长相不喜欢他 当时 江氏夫人难产 把江氏夫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国君是 五姆而生 所以取名叫五姓 大不吉利啊 庄公这才意识到 不能怪责母亲 只因在此之前 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他 这边因考书 便把五姜接到了一个叫诚意的地方 但五姜不想让儿子违背誓言 考书自有妙计 可解天解 有一块写着黄泉的土墙 熬在土墙里面挖了一个隧洞 隧道里面有一口泉 名为黄泉 郑庄公便在这里与母亲相认 当年堂堂周天子 同一个臣子交换人质 是天子的耻辱 今天 我随为太孙 将他拒之成败 就是为了让天下都知道我周光是个悲言 快去 召国公巨父素来洛阳处理丧事 以后 让他正午生少过门朝政 这是东周第二任君王 因不想被郑庄公制衡 决心罢免他 而周平王在位时 郑国劳苦功高 为了让郑国放心 周平王派太子胡前往郑国做人质 而十几年后 周平王死了 太子胡返回洛阳奔丧 并继任国君 没想到在即将到达时 却因风寒并威 太子 你看 我存父王之命 到你身边 当任之一别 就是十几年 今天 总算有亲眼看见 洛阳 而下一任国君 李英太子胡的儿子 临来即位 他对父亲的死气氛有加 认为与郑庄公交换人质 是天子的耻辱 他要一血前耻 大臣苦劝王孙林 而这个王孙林 也只是嘴上霸气 当他真正看证郑庄公后 却傻眼了 被庄公的霸气所折服 但庄公并没有打算冒犯王孙 还恭敬地恳请他即位 很快 王孙林即位为周桓王 他为了向天下诸侯 证明自己不是傀儡 本来应该让庄公 主持祭祀典礼的 却改为由国公祭祀 郑庄公的大臣 这是提议再立一个新王 或者只取洛阳 因为郑国完全有这个实力 这时 已经考树出了一个计策 让郑庄公下令延缓周天子的登基祭祀典礼 但这样又太过明显了 于是 庄公接受了祭祖给的新建议 郑庄公请分我一只兵马 是入周境 就说郑国遇到灾荒 我到温洛一带去见 如果天子派人驱逐 那就等于给郑国一个出兵的借口 我在这等了这么多天 周天子没有兴兵问罪 也杀出个五国联军来 把如此下去 卫国有卫国的理由 宋国有宋国的道理 郑庄公敢和我郑国作对的 还不止这五国呢 国军 下有天子发难 下有诸侯作对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是郑庄公最危险的时刻 本是想出兵威胁周天子 却没想到引来了五国联军 而且 五国的兵车已经马上濒临城下 事情要从新任的周天子周桓王说起 他一上任 就要免去郑国公亲的爵位 而郑庄公可以说是功高盖主 自己的实力远胜周天子 当然不能接受 便决定去试探一下周天子 郑国的寨大夫带着一支军队 以梁荒为借口 进入周天子的国都附近借梁 名为借梁 实际上为抢掠 而周天子当然很生气 但周公黑奸出了个主意 让周天子以五国出兵讨伐 而郑庄公带着兵马等了很多天 都没有见周天子有什么动作 郑庄公有点不耐烦了 认为自己应该入朝谢罪才是 秦国军把赵世人债族送到洛阳 任凭天子发洛 债大夫 这是错哪里花 而天子的消息没等到 却等来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 魏 卢 臣 蔡 宋五国联合在一起 新兵来讨伐郑国 这一时之间 郑庄公还拿不到主意 该如何面对 但五国士气正胜 郑庄公一想 出了威逼 还需要靠利诱 于是利用强大的郑国军基础下 又拉又打 平息了五国战事 周天子这边笑了还没几分钟 没想到郑庄公法还上门求见 不仅要求周天子 智卫国调起事端之罪 还平息了自己收割周天子麦子一事 如果大王粮食不够 只管到新政来 沐生一定大开粮仓 任大王取用 不必 寡人的麦子 多的是 那好 去年的借账 就一笔了清了 大王 宋国大败 邓庄公 以公子冯 为宋国的新军 这还了得 今天寡人若不讨伐 日后各诸侯纷纷起而笑 以我岂不天家大乱了 我与他施不两立 这是春秋第一个站出来 反抗的天子周桓王 他一即位 就让五国讨伐郑国 没想到 五国的军事被郑国分崩瓦解 周天子只能假意恩惠于郑国 将石车麦子送于郑庄公 庄公感觉受到了侮辱 还打算将麦子烧掉 而寨大夫劝庄公千万不能这么做 一旦如此 天涯诸侯将趁机而入 夺取你手中周朝清世的大旗 而这时 给周天子出主意的黑奸 给郑庄公送来了两车绸缎 而这一出戏 让庄公犯难了 反而寨大夫看到一个 一箭双雕的绝好机会 刚好可以利用这些 去对付潜在威胁的几个诸侯 这石车麦子跟宋公主侯有什么关系 或许难道 不知自己说出了一条 一箭双雕的妙计 于是 郑庄公领着军队 从京都洛阳 回到国都新政的路上 带着石车麦子 和两车绸缎 招摇过世 声称奉天子之命 讨伐宋国 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去攻打宋国 于是 宋国很快就大摆 郑庄公以天子的名义 任命公子 逢为新的宋国国军 周天子大动肝火 带着周王氏之兵 御驾轻征讨伐郑国 郑庄公召集文武商议对策 而这时 大臣们分成了两队 有人说战 有人说和 即使此战独败 诸侯也会借记加倍罚我 到那时 郑国难免不遭 诸侯挂奔 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一看便知 周天子如果联合天下诸侯 郑国将国之不存 郑庄公毁之晚矣 这是因郑庄公 以天子名义 讨伐宋国带来的后果 周桓王剥夺了郑国公卿之位 还联合诸侯之兵 讨伐郑国 郑庄公面临两难 如果战 没有胜算 那能草天 真的要往我郑国吗 如果认罪 周天子亦不会答应 而一直出主意的债大夫 最后才开口 他讲出了 可以与周天子一战的理由 诸侯 骑士随强 却因只图在天子面前争功 而彼此缺少联系 我军冒死充其两亿 两亿击毁 公军孤立 只要调阻得大 则可战而胜之 只有这样 才能拿到主动权 郑庄公这一战 是为了能够夺回公卿之位 只可惜战端一开 就不受控制了 郑国的军队 因强盛而著称 大将银考书和子 都骁勇善战 于是 郑庄公在天子面前表面决心 自己也不会后退一步 当郑军开始冲锋时 果然如债大夫预料的一样 诸侯的左右 阵脚乱了 郑军集中优势兵力 包抄周天子的中军 而这时 眼尖的郑庄公 看到大将子 都拿起了弓箭 一把就瞄准了周天子射了过去 郑庄公制止时 已经晚了 周天子重剑倒下 王师很快溃败 由于大将子都的立功兴歉 导致郑庄公的计划 全盘落空 而尹考书不想前功尽弃 故意放开了一道口子 让王师撤退 阴影考书看到周天子那一剑 并没有再要害 才转哀为喜 你真的看见周天子 活着逃出去了 这一剑 射的正是地方 周天子 再也挑不起天下这副担子了 郑军 我射中周天子了 我射中了 郑军 你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 我射周天子那一剑 射错了吗 我明白了 我子都可不管那些 只可恨 周天子国甲监后 要不然 让他早就一病呜呼了 郑庄公的大将子都 一剑射中周天子 周天子受了重伤 郑庄公不知如何是好 子都却还在邀功 还好大将尹考书 故意放开了一道口子 让周天子的车队 顺利地撤了出去 否则周天子死在郑国的手里 那天下诸侯 必群起而攻之 尹考书 我感谢你 过去 你 你 一剑五副 你懂什么 是 我 如今跟天子结仇了 该如何去化解是个问题 这时 债族有了主意 应该及时地去找周天子赔罪 但这无异于送死 送些牛羊 前去劳军 并向天子解释 射中天子 于是 债族就只能自己上了 郑庄公虽然舍不得 但没有更好的办法 债族一到周天子迎账 就被绑了起来 周天子计划将他活活烧死 债族其实也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而生死攸关 全得靠他自己一张嘴怎么说了 小臣为什么明知死罪 却偏来送死呢 你为谁啊 为你自己啊 周天子正是因为债族被政务生已重 想断气一臂 就等于削弱了郑国的力量 而果然债族所预料 大王 那那可就不上算了 郑国 正好得理 乘胜进军 反上洛阳 到那个时候 周天子要变成 引咒王了 周天子不想做王国之君 才跟郑国的第一战 就受了重伤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他把债族给放了 与周天子的一战 他彻底赢了 成为了春秋第一位霸主 他的故事也经久流传 我是君 你是臣 臣不诺是君 小主人 恕我闹阳间 无礼了 我想见父亲一面 要想见你的父亲 替你的头颅来见我吧 父亲 眼前两位被杀的人 是魏国的国君 与他的亲信 而如果您看过他们的故事 便会觉得非常解气 被杀的国君 名字叫周玉 他是魏桓公的三弟 魏桓公一直惯着这个弟弟 最终导致自己被三弟所杀 周玉成了新的国君 他不仅要追杀他的二哥公子靖 还帮助郑国的公输段 去打他的哥哥郑庄公 横宫的旧臣不服他 辞官的辞官 反抗的都被杀了 大师鸣心 眼看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 于是他的亲信 时候去请他的父亲 石鹊过来相助自己 父亲石鹊对这个 为武作伤的儿子 失去了信心 便计划以儿子为突破口 扳倒新军 大夫石鹊请成国国君帮忙 跟周玉说 能够说服周天子 立魏国为公亲 但前提是要周玉 来郑国的太妙商议 周玉便带着亲信时候来了 而此时的周玉 还没意识到危险 可刚踏进去后 却傻眼了 时候看到曾经自己家的老仆人 把信给了陈豪 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自己上了父亲的当 他气不打一处来 直到上了刑场 还在重复着这句话 而父亲也驾着车 在远远地望着他 于是就出现了 视频开头的一幕 石鹊回国后 很快与仲臣 迎回了魏桓公的二弟 使称魏轩公 这个整天沉迷酒色的公子靖 没想到 自己这么幸运地 就当上了国君 一上位 就忙着芬芬和纳菲 这是春秋时期 魏桓公二弟公子靖 他荒淫耗色 放荡不羁 靖整日与妾室一将司混在一起 引来了正妻刑事的不满 刑事是刑国国君的女儿 他让魏桓公为他做主 可为皇公袒护自己的弟弟 他们在乡下 还有一个叫吉子的剑冢 这我知道 请国君把吉子那个剑冢 除掉吧 这就不必了 你也要生个儿子吗 无疑子味吗 只是说 自己会开导一下他 而且袒护的不止二弟 三弟公子玉 暴力好武 随意鞭打士族和仆人 惹下了很多的火端 魏桓公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些都是 弹河三公子周玉的种种猎迹 大夫石雀的儿子时候 无作非为 石雀找到机会 教训自己的儿子 却被公子玉制止 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 三公子 我在教训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 可他还是我的朋友呢 石雀看出来三公子的威胁 他建议国君除掉他 免得以后会威胁自己的位置 国君 你让我除掉三弟 但魏桓公根本不听 反而在自己要去面见天子时 把朝政给三弟临时处理 多办一件好事 让国人看看 我弟也是有才干 胸后放心 请 三弟公子玉特意请哥哥 去喝剑行酒 酒里面下了毒药 要将哥哥除之后快 因为紧张 把杯盏都掉了 胸将远行 真是不吉利 这有什么 再换盏了 等到哥哥中毒倒下后 他露出了真面目 顺势补了哥哥一刀 魏桓公就这样 惨死在自己的弟弟手上 而二弟公子竟听说后 刚开始要和三弟去血拼 被刑事拦住了 他决心带公子 静回刑国 可公子竟舍不得 他的妾室一将 这是春秋时期的一段 不轮之恋 齐国的公子猪儿 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文江 而父亲为了阻止他们 将妹妹嫁去了鲁国 做了鲁国的王后 哥哥做了齐国的国君 而猪儿正是齐湘公 他取得了一位 漂亮妩媚的妃子连侍 可始终不得他的心 王后之位一直空置 一次歌舞中 连侍无意中 唱起一首哥哥妹妹 让齐湘公想起 和文江的那一段不轮恋 连侍的哥哥 连侦是朝中的大臣 看妹妹三年了 也没有给齐湘公 生育一儿半女 非常着急 怎么能在国君的面前 唱哥哥妹妹呢 我怎么知道了 又碍于湘公 对文江的念念不忘 于是 他想劝湘公 娶周天子的妹妹 这样可以帮助齐国强国 你哪一点像我的亲哥哥 你可以只想你自己 我给他想想 咱们齐国 差点引来了兄妹不和 连秤说动了湘公 娶周天子妹妹的好处 如能允许王妹 便可以借周天子之事 习至诸侯 湘公便答应了 为了让湘公 彻底放下妹妹文江 连秤提出了 请鲁国侯和夫人文江 一同前来见证 恰好魏国的公子 素前来求援 公子素是妹妹宣江的儿子 公子素 因杀害世子公子吉 和哥哥公子兽 做了国君 被左公子谢 和右公子直 起兵作乱 拥立即子的 同母弟弟公子 前为国君 齐侯便打算出兵 他的目的 不只是帮助魏国 更重要是震慑 其他诸侯 而鲁国这边 鲁皇公听说要求 夫人文江 一同前去 便很不乐意了 那还是只怕 不就是十几年前 人们都议论 他和他哥哥 诸儿吗 这事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但齐国强盛 他又不好推辞 无非是怕文江 与他哥哥 旧情难忘罢了 而文江 听到鲁侯与大臣商议 他没有想那么多 既然是替哥哥 聘请王妹 也是件高兴的事 这是春秋最悲惨的故事 魏国最有才干的两位公子 先后赴死 当吉子从周上醒来时 已是一日白昼 却没有看到二弟 自己去齐国的文书也不见了 二公子昨夜将狮子 成心灌罪后 连夜 带狮子去齐国了 那吉呢 二公子带走了 于是令手下追赶 可这时 遇到了不速之客 白船正是刚杀完公子兽的贼船 吉子奉命出使齐国 很有处来一个吉 他们还在疑惑 便把昨夜杀的吉子头颅 拿出来 让眼前的吉子辨认 吉子悲痛欲绝 借着贼人的 见自吻而死 而小小年纪 却蛇些心肠的三公子 诉就这样 把两个哥哥都害死了 魏国最贤能的两个公子 都被杀了 两个头颅被带回了魏国 九王后刑事悲痛欲绝 吉子的母亲 宜江更是上吊自杀 宣江承受不住 也接近崩溃 自己的所爱和儿子都死了 而刑事还在怪他 恨得他牙痒痒的 而宣江悔恨的是 如果自己没有 被宣公抢走 这样的悲剧 就不会发生 而第二年 魏宣公死了 他带着被世人的唾马 即使是后继之君 魏国的名声 也是很难恢复起来 最终从一线强国 沦落为二线小国 在春秋的历史中 始终是可怜的配角角色 这是诗经 李二人成舟故事的原型 也是春秋里 感人至深的兄弟情 弟弟劝不动哥哥 自己去冒充哥哥赴死 自己子遭到父亲毒打后 同父异母的二弟 公子受为哥哥心疼不已 不断地宽慰他 将其合着 自有功效 公子受谦卑有礼 对哥哥以及两位母亲 也是尊敬有加 而宣江听说 己子遭到毒打 便偷偷来看他 被己子的生母 宜江看到了 我求你 不要再害我的儿子了 夫人 我不配 我住在心态 我只求同一样的手 宜江听他这么一说 才明白了宣江的苦 因为他是过来人 本来宣江 就是己子未过门的妻子 他应该叫宜江一生母亲 你就叫我一生姐姐 姐姐 可是我心里 只想管你叫一生娘 却被魏宣公抢去了 过了几天 公子受据父亲宣公纳 替哥哥求情 却不想听到了三弟公子诉 和父亲要杀害哥哥的消息 他赶紧过去找兄长 姐姐哪儿去了 世子奉国君之命 已经冻城去齐国了 什么 还好船并没有石愿 他乘快船拦住了哥哥 己子哥哥 我是圣王己子 于是二人承舟共义 算是为哥哥送行 虽然自己告知父亲 与弟弟要加害他的消息 但吉子非常悲观 自己被亲生父亲所不容 他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公子兽没想到 自己完全劝不动哥哥 于是便借口说 哥哥酒杯里有眼泪 把提前下了猛汉药的酒 换点了哥哥 自己拿了哥哥的文书包裹 去了齐国 路上被公子肃早已安排的刺客杀死 这是春秋史上 礼仪人性全部失衡的君主齐湘公 哥哥公孙无知 联合大夫管制父 大将连称将他杀害 话说齐湘公在杀害了妹夫五皇公后 为防止报复 便先下手为强 自己出兵卫国 不仅帮助外甥夺得卫国国君之位 还打败了周天子的诸侯联军 从此对外没有敌手 但在内大夫管制府和大将 连称早就不满他 想拥立他拥弱无能的哥哥公孙无知为君 于是公孙无知便称 贝丘山猎物不少 片香公来到了贝丘山 可他吃不好睡不香 狩猎时还扭伤了脚 可能是自己做的呃太多了 睡梦中 被他杀害的人一个个来找他 让他吓出了一声猛汗 睡醒后他莫名的烦躁 鞭打了身旁的侍卫梦阳 侍侯又后悔了 向侍卫道歉 被公孙无知骗来打理 加油扭伤了 心情不好 你别恨我 本来侍卫梦阳 已经做了连称的内衣 要杀害香公 可他因为香公的道歉 良心发现了 咱们动手吧 先把这个家伙给杀了 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先把婚女人给红睡了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我恨他 你们看 让香公逃走 自己代替他 睡在被子里 我从来没给过你讲什么 你经常打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刚才却诚心诚意 向我道了歉 孟阳 死也心甘情愿了 大将连称带兵来时 他反过来杀连称 却不想铠甲太后 他便惨死 而香公脚扭伤了 并没有走远 被截住了 连称数落了齐香公的罪行 但香公不认这些理由 这只不过 是连称为了是军编的 但接下来这个理由 香公真的无法反驳了 让你死得明白了 我只是为你那个 至今孤身一人 住在齐鲁边境 无家可归的 文江妹妹 他个公道 所有的一切和结束 也皆因为此人 齐香公死时 还在挂念着 那个住在齐鲁交界的 妹妹文江 不过齐香公的死给了 弟弟齐桓公 称霸春秋的机会 这是杀死齐香公 自立为君的公孙无知 史称齐前废公 在此之前 他只是一名好色 且胆小之徒 只因堂帝齐香公 与妹妹的私情 香公的妃子心生怨恨 被他钻了空子 齐香公 因想与妹妹文江 长相厮守 便害死了与妹妹相伴 十五年的夫君鲁桓公 当知道真相后 妹妹文江 便带着鲁桓公的灵鹫 回去鲁国 当行至齐鲁交界地时 文江便不走了 让我下车 把我的东西都搬下去 搬东西 为什么 我不回去 任凭大臣怎么劝 也无济于事 因为和同父异母哥哥的虐恋 齐国和鲁国 他都不会回去了 我哪有不去呢 如果还有谁想起来 就叫他到这儿来好了 我就住在这儿 一直到死 而舆论满天飞的相攻 这时 竟然出兵攻打魏国 为他的外甥公子肃 争夺魏国的王位 很快 齐国打败了周天子的诸侯联军 可外面虽安 家里却有内乱 因齐乡公 早已不宠连世 便处处提防他的哥哥连称 他将连称 派到偏远地区助手 本事任亲一年 可是期限到了 也没有消息 连称便送了齐乡公一车瓜 提醒国军瓜又熟了 该派人替换了 可国军并没有这么做 他将他的遭遇 跟妹妹一说 连世兄妹同病相连 便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于是 连称兄妹联合情夫公孙无知 还有齐国大夫管制府 发动了叛乱 当时的天子齐乡公 正在背丘山猎场 夜晚他梦到了鲁桓公和公子 蓬生向他索命 他吓出了一声冷汗惊醒了 这是春秋史上最窝囊的国君 鲁桓公 因妻子文将背叛被秦夫齐乡公派人杀死 话说鲁桓公见文将一夜未归 便断定他与哥哥齐乡公有私情 说什么也不愿意留在齐国了 他好不容易说服了文将跟他回去 这时齐国的公子彭生奉乡公的命 请他去喝剑行酒 桓公借口夫人文将并不去 夫人不是 鲁侯一个人去也是一样的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只见蓬生把鲁侯接到了山东的小溪旁 吃起了烧烤 一旁的大臣开头就说了 让桓公不悦的话 名为祝福 让桓公听出了刺耳的讽刺 于是他也讽刺了齐乡公 宴会十分不愉快 在桓公尹的大醉 彭生接到了湘公的指示 在路途中扭断了鲁桓公的脖子 并扔下了车 制造出一场意外的假象 文将得知恶号 哭得死去活来 没想到自己的一夜私情导致了夫君的死 文将后悔不已 鲁桓公死在了公子彭生护送的车上 鲁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来找齐乡公讨要说法 我们照顾不周 同样很难过 但不知 仙君是何以顽固的 信上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完全是意外 齐乡公直接甩锅给彭生 于是鲁国大臣便提出了承办彭生照顾不周的过失 事情到这里本来也没什么 顶多算是一场意外 可突如其来的文将 直接跪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相公不想让妹妹看出来是自己有意为之 于是便下令砍掉彭生 彭生本是封自己的命令行事 现如今要被处斩 便把相公指使他的事大声地说了 而文将也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便带着鲁皇公的灵鹫离开了齐国 管仲看着自己辅佐的公子死在面前 伤心欲绝 公子就因是齐国的国君 不想因鲁庄公与齐国一战大败 便下令处死他们 而管仲也即将赴死 鲁国大夫准备将他处斩后 将首级献上去 鲁国想要管仲死 而齐国却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管仲生 为此 报树牙派齐国大将齐鹏去带回管仲 鲁国表面阴雨 却在路上动手脚 只见弓箭齐发 预设死管仲 齐鹏几乎拼掉了性命 身中数十箭才救下管仲 后来管仲败相 他与管仲 报树牙齐名 欲为管桓五节之一 要打开囚车 放他出来时 管仲却不情愿了 本就是各位齐主 他不想背信弃义 辅佐他人 报树牙劝了管仲许久 依旧说动不了他 便回去复命 剑齐桓公拿着管仲的画像在那练吧 他报告了前次于乳国的战果 他又恭贺齐桓公得意天下奇才 桓公活捉管仲的目的 就是想当面处死他 过去 管仲是天下奇才 这我还不知道 他若不是天下奇才 能射寡人的代工 剑说不动桓公 报树牙便说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别说管仲是天下奇才 就算是一庸才 能够得到国君的宽恕 也能够赢得普天之下的明星 剑皇公没有说话 报树牙以前途相保 臣要回家乡去了 等一等 寡人就看在你的面上 留他一命 不再当心 快躲 这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一剑 管仲一剑射出春秋第一霸主 孔子曾说 若非管仲 我们还是野蛮人 当听到公孙无知被杀害 齐国无主时 管仲和报树牙 分别领着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赶往首都林姿 但终被报树牙赶在了前面 管仲只好以礼相劝 报树牙如何会相让 管仲一气之下剑杀公子小白 管仲自信他的剑法 确定对方已死 便放心地走人 连报树牙都以为小白死了 卢庄公很快带着冰车 与公子纠赶上来了 因为公子小白已死 便不着急 还提前吃了一顿庆功宴 这时 传来了齐国的消息 齐国新军已立 放清后率兵回卢 哪里来的新军 公子小白已经继位 他已经被我射死了 管仲大师所望 劝鲁庄公以掌右有序为借口 攻打齐国 这时 报树牙出了一个良策 就是以战为由 令鲁国交出公子丘 于是 齐桓公下令 让报树牙 统领举国之兵法鲁 是要讨回公子丘 令举国的兵车 由你一人调遣 直罚干十 一战催生 为寡人 讨回公子丘 把你的生死之交 胆敢设寡人一见的管仲 也一起讨回来 于是 两国之兵在干十决战 鲁国大败 鲁庄公不想把公子丘交还回去 又不想再战 大臣为他出了一个主意 大了公子丘 再用管仲 但鲁庄公不认可管仲才能 想将他一同杀死 小白 我在这儿呢 我去看看我哥哥 此二人不久 必有一人继承七国军位 公子鲁局长 当继承军位 但我关小白 楚遍不惊的神色 倒真是国君之相 你我分别做他们的师父 乃是天意 眼前谈论两位公子的 正是管仲和鲁庄雅 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分别做齐国 二公子鲁和三公子小白的老师 而大公子就是齐乡公 刚刚在贝丘山 被公孙无知所杀 管仲料定 公孙无知不可能篡位成功 继任的 只能是他和鲁庄雅所交的公子 鲁和小白 而正是这个原因 二人必须分道扬镳 管仲带着公子 就去鲁国避难 而豹淑雅 带着公子小白 去举国避难 齐国陷入了内乱当中 公孙无知 虽自立为君 但得不到齐国的认可 雍临举兵反抗 杀掉了公孙无知 和连称兄妹 齐国突然没有了君主 鲁庄雅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公子鲁请求庄雅借兵 公子复国兴邦 寡人礼当相助 只是 这消息是否属实 还需再谈 让他们先等消息 他自己则和大臣商量 当年自己的父亲 死在了齐湘公之手 于是 他想暂缓出兵 便说 自己会亲自率兵 送公子鲁回去 他的心思 是取了齐国首都 但管仲说 公子小白那边 肯定也收到了消息 要是对方先到的话 国君之位 就不一定是公子鲁的了 可自古长幼有序 难道他敢建院 新入者为主 若小白先赶到的话 公子鲁纵然接踵而至 也只能是后来者为客了 于是 管仲请求请兵去阻止 你预计兵车多少 三十胜 足以 管仲快马加鞭 也不顾自己路上摔下受伤的事 而报书牙这边 舟车劳顿 正在中途休息 他正在跟公子小白讲 为什么要紧急赶回去的原因 这是与齐国屡败屡战的 国君卤库 一旁的宫女 朝他娇羞地笑了下 鲁庄公发怒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他与齐国的屡战屡败 而是齐桓公将他弃之不用地 管仲封为了重负 大将曹末看出了鲁庄公的心思 说自己特意来保护国君 却被鲁庄公嘲讽 你来保护我 干尸之战的时候 你倒是想保护我 可最终还不是管仲把我给救了 见到国君如此嘲讽自己 曹末掀开了自己的上衣 献出了一道道的伤疤 把身旁的宫女都吓坏了 他请求鲁庄公派五百兵车 一定要打个胜仗 顺便把管仲捉回来 而齐国这边 管仲正照料就自己一命的大将齐鹏 他的伤疤可比曹末多得多 此时齐桓公正好过来看齐鹏的伤势 顺便说了鲁国又来请战的消息 齐鹏请命一战 得到了齐桓公的英语 但管仲却是反对的 此时更应该专心治国 比如分香 归属 临选人才 合理征税 振兴掩铁 那好 这些国政就全凭重负操持 国人 命包书牙为将 克日新兵伐鲁 剑说不动齐桓公 管仲便说了一句忠告 必持一流后果 小胜即可收兵 果然一战 齐国大胜 但报书牙却派兵乘胜追击 忽略了管仲所说的 小胜即收兵的建议 曹末再次请求鲁庄公 增派三百兵车再战 为鲁庄公训斥了一顿 大夫施伯向鲁庄公推荐了曹贵 说此人深知兵法与谋略 或可再与齐国一战 国家大事 虽不能一一洞察 但也必是按情理处置 凭这点意思可以打一仗 古庄公如获至宝 决心再与齐国一战 旗桓公喜得管仲相助 便有了称霸之志 他想起他的父亲齐喜公 曾是春秋小霸 他的志向比他父亲远大得多 于是他问管仲 什么时候可以征伐诸侯 还需要一面棋子 棋子 不是寻常的棋子 而是人们心中的棋子 原来齐桓公把前辈郑庄公当作楷模 只因郑庄公感 公然与天子交换人质 还敢割周天子的麦子 甚至还敢与周天子交战 并一见射中 不过管仲却不认同 他出了一个令齐桓公意想不到的策略 让他看到了最实际的称霸方案 对管仲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他是君 管仲是臣 他不能真的投地 但过了几天 齐桓公沉迷后宫 对自己称霸的信心似乎减弱了 于是问管仲他的一些毛病 防不妨碍他称霸 寡人耗力 涉猎 正好免结身手 只要 别让贝丘山离宫的大火 再重烧起来就行 寡人还耗色 这 也不影响争霸 不妨碍 不过管仲说出了一个 真正妨碍争霸的理由 那就是分不清贤财 分贤财 而不用 追用 且让小人撤走 妨碍争霸 于是齐桓公 才正视拜管仲为相府 拜豹书牙为大夫 管仲与豹书牙 便辅佐齐桓公 开始了尊王攘仪的强国方案 而乳庄公听到齐桓公不计前嫌 还拜管仲为相 他大为震惊 曾经他嘲笑管仲无能 回齐国必死 如今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以前与齐国交战 他总是战败 看来以后更加没有胜算了 他非常气氛 为此 武吉朝他笑了一下 就要杀掉他 我杀了你 让管师父 受小白一拜 君兄 公子九临此意见 一用此言 与我决定 小白不知 请师父原谅 小白在此 请受我一拜 这是春秋管仲 拜相的故事 齐公子小白 在做了国君后 一直记恨 曾经设他一件的管仲 所以 哪怕管仲逃到了鲁国 他也要让豹书牙将他带回来处死 但豹书牙与管仲同事只有 管仲之才又在他之上 当齐桓攻封他为上卿时 他便推让了 治理齐国 需要的是栋梁之才 臣实难胜任 齐国所需要的 是内能安抚百姓 外能连接诸侯 功勋 家于王室 恩责便于天下的齐才 齐国 可有此人了 有 管仲便是 而听到管仲的名字 齐桓攻脸色都变了 他不止记恨管仲设他的一件 最主要的是 听闻了很多留言 说 豹书牙和管仲是生死之交 管仲并没有才能 于是 君臣之间苦苦僵持着 一日深夜 豹书牙又为管仲之事前来 包卿何必如此 包卿与寡人 患难相处 非他人可比 因为齐桓攻听到的留言碎语太多了 大多是管仲无才 是豹书牙训私情 我与管仲 各府其主 都处自社稷之心 如今国君继位齐侯 我见管仲也是为了共赴民主 何谈私情 豹书牙 见豹书牙回答得这么重肯 齐桓攻便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及 他们共同做生意时 管仲为何总是多取一倍 不应该是贪得无厌吗 打仗时 管仲总是归缩在后队 凯旋时又跑到前队 不应该是贪生怕死吗 管仲与人交往 美美不合 辅佐公子究时 又美美失误 不应该证明 他是无谋吗 豹书牙便一一作答 而豹书牙直 反问了齐桓攻一个问题 便让齐桓攻决定 拜管仲为相 他特意在管仲必经之路 等候多时 两次以公子小白的身份相拜 成就春秋第一丞相 一奉天子 以令诸侯 有混乱不听的亡命者 将帅诸侯 共讨之 十海内 皆知齐国无私 而听命有 如此 国君不帅兵车 罢业可撑 这是刚刚强盛起来的齐国 便用周天子名义 以令诸侯 为春秋时期 诸侯国主持会盟 开创了先例 为了达到 自己不用出兵 而起到征伐他国的作用 齐国于公元前681年 趁着宋国内乱 令八个诸侯国来到齐国的北姓来会盟 却没想到 八国只来了四个国家 分别是 宋 陈 蔡 朱四国 这会盟是不是应该改期啊 不可以 如今复会者 你有四国 不能说不是中 在与四国商量 谁为盟主时 一定要公推一人为盟主 一是 权有所属 然后号令天下 宋国是公爵 理应是盟主 但碍于在齐国的地界 其他三国便推举齐桓公 齐桓公客气几句后 便答应了 可宋桓公如何会心服 便率先就走了 臣 蔡 朱三国 见宋国走了 联盟也自然解体了 齐桓公恨得牙痒痒的 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 又驻高台又发誓约 他们可倒好 一个个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发誓要讨伐宋国 但管仲觉得 最该讨伐的 不是宋国 鲁国在这四国之中 带头抗命 更该讨伐 而想征服鲁国 必须打他的邻国 随国 打败了鲁国后 才可以与宋国 算陶会的这笔账 齐桓公大喜过望 别再说了 请上车吧 当他们再次来到 惠盟的高台时 齐桓公大呼可惜 我不能让这个台子 还建 但管仲却告诉他 可以建一个更大的台子 给了他信心 很快 不出管仲所料 齐国很快灭了隋国 震慑住了鲁国 鲁国很快便答应惠盟 这是令管仲 和豹叔牙头疼的一段时间 齐桓公与鲁国战败后 便开始亲近小人 原来自于鲁国第一次战败后 又与宋国联兵伐鲁 遭到鲁国的拼死抵抗 便下令撤军 回宫后 他的意志消沉 整日在深宫 与宦官树雕 和厨子一牙待在一块 豹叔牙找到执政的管仲 他担心齐桓公从此一蹶不振 管仲却不这么看 或者是齐桓公太好面子 又急于求成 才逃避问题 当听到齐桓公身边 两个小人所做的行径后 管仲才觉得大事不好 便带着豹叔牙一同到宫里 去求见齐桓公 却在门外听到树雕讲话 我听人家说 君出令 臣奉命 国君既然不愿意见相爷 干嘛什么事情都交给他的 张口重负 闭口重负 还好齐桓公够清醒 没有听行谗言 管仲对于他而言 手臂之于身体 我这个国君 也因为有了管仲 才可以称之为国君 你们这些小人懂什么 这时听到管仲求见 他便推辞了 该日吧 众父说 如果军不见便在宫门口站着不走了 也见管仲拿着自己相应 双手呈上 说长勺之战是自己的过错 而齐桓公便说是自己的过错 报书牙也说话了 亦说是自己的责任 三人互相在包揽过错 最后还是管仲再次请求收回相应 原因是自己的私心所致 而真正无法原谅自己的 其实就是齐桓公自己 他不是不想见管仲 是太好面子所致 也因为齐桓公对宦官戍雕的话 让管仲与报书牙听到了 便和好如初 三年之后 齐国因管仲的治理 又达到了称霸的实力 这是曹贵论战 春秋中已若盛强的经典故事 自从鲁庄公派曹末 与齐国的报书牙三战三败之后 鲁庄公的信心全无 欲把曹末派去齐国谢罪 大夫师伯不断地安慰曹末 他正建议一位能人给国君 而先说谁谁就到 师伯很意外 曹贵不休蝙蝠就来了 紧接着他便毫不客气地坐下 刚刚还在拍鞋子挥尘的手 这时竟然直接抓起一块熟肉吃了起来 哦 这么多些 见到国君后 衣衫却整齐了许多 也显得兵兵有礼了起来 鲁庄公请教他破敌之策 曹贵称一定要等到仗打起来再说 很快 两军对阵于长韶 眼见就要开始交锋 鲁庄公剑还问不出办法 便着急上火了起来 齐国那边已经开始雷鼓诸威了 不到一会第一轮战车开了上来 鲁军阵地伤亡了十余人 齐国大将西鹏看不懂 便停了一会 再次下令第二轮击鼓和进攻 这一轮齐军射起了弓箭 伤亡的人更多了 当鲁庄牙下令第三轮击鼓时 将士们都犹豫了 士兵已等候多时 见鲁军没有动静 便懈怠了 鲁国的军队以意待劳 打败齐军的时候到 击鼓 以弱胜强 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而曹贵的战术 其实就是一场典型的心理博弈 战场上往往一鼓作气 便发动进攻 决定胜败 曹贵以鲁国若兵 利用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二杰取得了胜利 也因为此次战役取得胜利 间接促成数年后 齐鲁西兵言和 自管仲重病而亡后 齐桓公心痛不已 在管仲的葬礼上 特意来为其扶灵 他能够称霸诸侯数十年 全是管仲之谋 他感觉国家失去了希望 连霸主的雄心 也被瞬间浇灭了 葬礼过后 齐桓公按照管仲的遗言 爱习鹏为相 只是没想到 习鹏因病在身 一个月后 也随管仲而去 于是 齐桓公只好指定 豹书牙继任 这次的豹书牙 一如往常的拒绝 齐桓公已经记不清 他是多少次辞任了 很请他这次切莫推辞 豹书牙便答应了 但提出了一个要求 齐桓公此时犹豫了 说管仲在世时 也提过类似的要求 但只是说 不让其三人从政 并没有说 要将他们逐出宫 而被逐出宫的三位小人 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最终认为 齐桓公忍不住抛下他们 就不行 他们少得了 都要看国君他不忍得住 果然 齐桓公失去了身边的三位小人 就瞬间没有精神器 吃不香 睡不好 更加没有心思完了 他的妃子未激 表达了对伙食的不满 这也叫汤 比起一牙的八针汤来 简直就是洗脚水 还是把一牙绕回来吧 而也因为自己的多嘴 齐桓公把汤全倒到了他身上 后来齐桓公想了很久 觉得自己熬到老了 也没有好好享受享受 前有管仲 后有豹书牙 太辛苦了 于是他准备将压抑已久的心情 彻底释放出来 忠负之后 寡人当将国政 为以何人呢 宝书牙 是个君子 但不能为国政 西鹏呢 西鹏甚有暗基 也将不久人时了 那开放则呀 以牙 数雕开放三国君 切不可再亲近他们 这是管仲逝世前 对齐桓公的忠告 齐桓公却并没有听进去 自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举办魁秋会门后 齐国到达了全盛 而齐桓公也开始自满了起来 由于他不能像周天子一样 在泰山风扇 所以他的几乎所有的标准 都要高出周天子一节 不久后 管仲年老力衰 身患重病卧床 国事他只能依报书牙 君臣之间同坐一车 发表了一番感慨 齐桓公突然意识到了危机 第一个是自己的六位公子 不知道该立谁为世子 第二则是管仲生后 该由谁来代替他的位置 对于世子 管仲给了他一个模糊的答案 如果传位给公子无亏呢 无亏为君 避乱国政 那传位给公子昭 只怕无亏不服啊 宝贝众夫想起了什么事情 臣想起当年 一件涉中国君代沟的事 管仲对报书牙 讲起了他的担忧 齐桓公现在已经是安然享受了起来 他担心齐国由胜转衰 但他此时已经是有心无力了 于是在齐桓公再来询问管仲时 他说出了心里话 一个开方 为了齐桓公自己父母病逝而不回 一个易牙 为了齐桓公 杀掉了自己三岁的儿子 病主食 另一个树雕 为了齐桓公 亲手淹掉了自己 这三人很明显是不能用的 齐桓公也答应了他 而管仲已是将死之人 他不希望齐国因为没有他的辅佐 而走向衰退 这一别后 管仲便离世了 齐桓公悲痛万分 亲自为他拂令 这是齐鲁科帝会盟 齐国征服了诸侯国 做上了第一位霸主的交椅 而会盟台上 出现了一起曹莫赐还的故事 在柯帝会盟之前 鲁庄公带头反对齐国 导致了八国会盟上性土崩瓦解 管仲便给齐桓公出了一道齐谋 齐国先打鲁国附近的隋国 攻下了隋国之后 又以优势兵力攻打鲁国 占了鲁国不少土地后退兵 最终鲁国答应去柯帝与齐国会盟 而其他诸侯国也是看齐鲁两国的进展 来决定他们是否归附 会盟帝的高台员规定 只允许一臣一军不携带武器上台 但鲁庄公的大将曹莫却偏偏违背 正当要煞穴为盟时 齐桓公被曹莫抓住了手 而台下尽是自己的人 齐桓公料想鲁庄公也不会让曹莫怎么样 曹莫说齐桓公不公平 并没有为鲁国着想 而齐桓公望了管仲一眼 管仲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不能归还失地 但齐桓公面对以死相逼 又想到未来的发展之路 便打开格局答应了下来 寡人答应你归还鲁国的实地就是 齐桓公才的话可以算数吗 当然算数 齐桓公把侵占我鲁国的土地 真的还给我们吗 当然 曹莫便恭敬地请两国国君 煞穴为盟 而齐桓公这一做法 在诸侯中赢得了威望 此后的数十年 齐桓以天子令诸侯来称霸 相继出兵 拯救刑国 魏国 北伐山戎 抗击楚国等事迹 周王室两任天子 还凭派大臣去褒奖 齐桓公终于坐上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 三十年后的公元前六五一年 齐桓公又举行了魁秋会盟 使齐国的实力更是达到了鼎盛 但随着齐桓公的年事已高 开始亲信小人 身居后宫 齐国开始由胜转衰 先霸主齐桓公用管仲治国 二十年 皇城霸业 瓦军的宋可等不了这么久啊 瓦人曾当面向齐桓公请教过 慧盟称霸的道理 齐侯对我讲过两个字了 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哪两个字啊 人意 这是春秋第二霸主宋相公 他以满口仁义著称 在齐桓公死后 宋相公认为这是填补霸主最好的机会 老在魁秋会盟上 齐桓公便选定了他的继承人 视为公子昭 在齐公内斗时 公子昭逃亡到了宋国 宋相公将他尽力保护 当齐国出定时 便亲自带兵护送他为齐国 齐国大臣们都等着迎回公子昭继任 宋相公兵不屑任 就开进了齐国首都林姿 宋相公称霸之路便由此开始 他效仿齐桓公举行诸侯国会盟 为了保守起见 依次会盟只选择了四个小国 分别是曹国 郑国 藤国 和曾国 没想到的是 藤侯迟到 曾侯直接不来了 宋相公为了震慑他们 姜藤侯囚禁了 曾侯被吓得只能赶过来 却被宋相公绑上了祭坛 要拿他的头颅祭和神 侯伯 僧子那一国之君 就拿他的头祭和神 未免有点太冒犯了 这不能算冒犯吧 当年武王 不就是斩下商周王的头 祭了神 才得天下吗 可也 太霸道了 这时 宋相公才发表他的感言 说齐桓公用管中治国 都用了二十年 才成就罢业 我的宋国 又不是大国 可等不了这么长时间 只能用点非常手段 而口喊仁义 曾国的国君 却马上人头落地 把其他三个国君 吓得魂飞魄散 从此 一众小国 对宋国不敢不遵 忠父一定是个天神 不然他怎么了得那么准啊 我当初就是没有听 忠父和包师父的话 才有了今天 天哪 小白 就这样死 这是齐桓公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晚年宠幸三位小人 将他害死 六位公子争夺王位 竟然饿死六十七天后 才被大臣发现 在之前 扁缺料定 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事后 一雅等三位小人 便投靠了公子无亏 主动下手 将齐桓公住的地方封起来 筑起了三丈高墙 他身边的人 一律被轰出宫外 只留一个小洞 每天派一个内侍 进入看齐桓公 是否还在人事 只是没想到 一天天过去了 竟然还活着 终于有一天 一道小门开了 一名掌灯的宫女燕娥进来了 齐桓公记得她 但她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宫女燕娥不顾自己的生命 想陪着齐桓公到她生命最后一刻 齐桓公是多么的后悔啊 当初不听管仲和爆书牙的话 轻信了这三个小人 他非常感谢 此时有一个这样的宫女能陪她 有三个妻子 六个宠妻 十几个孩子 现在也有一个在我的身边 只有你 我尽请自己保抵 愿意死心 但齐桓公还有一丝幻想 让燕娥从那个小洞爬出去 你快出去 出去找十四招 让她领病 燕娥经不起齐桓公的哭诉 从小洞而出 被洞外的冰块冻死 齐桓公声嘶力竭的哭喊 再也没人看到了 而六位公子争夺江山 各占了宫殿的一角 谁也顾不上她 直到齐桓公死后的六十七天 大夫高虎终于说动几位公子 打开了齐桓公的寝宫 推开了三丈高墙与房门 看到了凄惨的一幕 公子招最后博得军位 而依附公子无亏的一牙 树雕和开放三位小人被杀死 春秋第一霸主的齐桓公 在位四十三年 称霸三十八年 最终却落得如此凄惨 这是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 此时他以年老力衰 却偏不服老 不仅放纵自己的欲望 连向国豹书牙的忠告也听不进去 被豹书牙逐出宫门的一牙 树雕与开放等三位小人 又被齐桓公迎接回了宫里 他们还像年轻时一样 喝得伶仃大醉 玩得不亦乐乎 忽然有一天 一位名医求见 想替齐桓公看看他的身体状况 据说此人还有起死回生之数 为什么是死人 就是名叫匾雁医 为了给豹书牙一个面子 齐桓公便召见了匾雀 匾雀一进来 就看出了齐桓公气色不对 国君 病得不轻啊 国君的病 已经越过激 进入血漫 很快就要 病入高荒 不可不治 只看到一牙等三位小人 在旁边笑了 齐桓公赏赐了大笔金银给匾雀 并声称自己 无病不需要治 匾雀我 行医多年 如此会积记忆之人 我还真第一次见 于是匾雀便告辞了 齐桓公马上跟豹书牙 说出了自己的一套歪理 行医之人 大多喜功 常把无病说成有病 是好了 立刻扬名 然后涂财 豹书牙对齐桓公的做法担忧 毕竟 匾雀是天下第一名义 但齐桓公识口否认 要说有病 我只有一个心病 而且只有豹书牙才能治 豹书牙听到这句话后 当场愣住了 心痛不已 随后颤抖地将自己的官帽摘了下来 缓缓地放在了地上 随后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 齐桓公此时或许意识到自己错了 但他还是继续固执下去 几秒地忏悔后 他又召集武姬继续享受了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齐桓公还远远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 而自从豹书牙辞官后 便很快郁郁而终 而等齐桓公真正意识到自己病了的时候 扁确也找不到了 你们的国军现就在此 怎能再立一军 因宋国设计无主 怎么能不另立新军呢 这方给你们当宝贝吧 公孙顾 大司盟 真的是寡人啊 你被楚人拘职设计 蒙受无主 请原谅 我们不能承认你 这是春秋第二霸主的宋湘公 此前在余帝会蒙上 他被楚城王榜 走成了人质 楚国的大将子裕 便带着宋湘公为人质 来攻打宋国首都随阳城 眼看就要兵临城下 要么开城投降 要么国军就可能惨死于城下 公孙顾和大司马沐夷 想了一个办法 让举国披麻戴孝 称国军已死 以新军之命 发号施令 等到楚国大将子裕和斗伯 到了城下时 便以无所谓的态度 去对待宋湘公 最后 宋湘公也气急败坏地称 他们是谋反 公孙顾和沐夷 才松了一口气 说了半天了 你们的新军是谁啊 能不能出来让我们瞧一瞧 沐夷便称自己就是新军 最后两军对峙 沐夷放了一句狠话 请两位将军转告楚王 立即退兵 管我财宝 不然 宋国就是战至最后一人 也必逝世与楚人为仇 当大将回去向楚王复命时 楚城王想杀掉这个没用的宋湘公 大臣拦住了 如果宋国承认 他是国君 杀了就会惹众怒 如果不承认 杀了也就没有意义了 大王称霸中原的梦想 西部也就复之东流了 而同年冬季 诸侯在博地会盟 齐鲁两国的国君也来了 鲁锡公呼吁大家 把宋湘公争取回来 不要给中原诸国丢脸 你们呀 同是中原诸侯 怎么把宋公说一句话 太不仁义了吧 鲁锡公开门见山 就对楚城王说 只要放了宋湘公 他自己第一个心悦诚服 楚城王看了一眼 后面诸侯的意思 大家都点头示意 既然诸侯们 以盟主应有的人意 来要求寡人 我怎能 不按照大家的愿望去做呢 好人 于是宋湘公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他不断重复着 大人大义四个字 大人大义 当诸侯会盟时 宋湘公只能坐在那里看着 因为他知道自己 已经不是君主了 宋国已立了新君 会盟过后 宋湘公也准备去投靠 为国聊此残生 公孙顾和牧仪告诉他 这是不得已而用的计 你仍然是国君 他看到自己的将士 在山谷时 才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你无自量力 擅自召集诸侯 此乃一罪 宋侯几会烧池 你就将其囚禁 此乃二罪 曾子不愿与你为盟 你却善杀曾侯 以人几鬼 此乃三罪 此侯侯 替你而去 反而盖兵攻打 此乃四罪 以寡人之位 朝起诸侯 却又故而不信 此无罪 这是楚城王希蜀春秋 第二霸主宋湘公的罪过 于帝会盟之日 成了宋湘公的耻辱日 在之前与七楚两国会盟后 宋湘公在于帝 举办了他人生中的 第三次会盟 本邀请了八国诸侯 加上楚国一起 却只来了六个 和宋国关系最好的齐鲁两国 却没见人来 楚国依旧是最后一个道 楚城王以谦卑来掩饰自己的阴谋 这是碧国的紫裕将军 见过宋公 拜见宋公 这是碧国的公子穆仪 以后你们要多多倾解 还庆幸自己 没有带兵前来 但公子看出了不对 不对 楚王带这些人来 干什么 典礼开始后 各诸侯分次序缓缓走上台 到了台面上 宋相公开始主持 寡人御修仙霸主 齐还就业 结合诸侯煞穴成盟 诸侯们纷纷表示愿意加盟 真正煞穴为盟之时 楚城王却站出来制止 要煞穴吗 现在弄清楚 谁来织此牛啊 连主盟之人都未推举 何以为盟啊 宋相公听到这 便不耐烦地说 那就论功绝而定吧 心里在想 反正也是自己 楚城王说自己虽是冒领爵位 但论启功 可比宋国要大 我这个王假不假 只要问问今天到会的 所有诸侯就明白了吧 楚城王的将军便问起 今日为谁 来死汇盟啊 纷纷说是为了楚国而来 宋相公一气之下 便称要取消汇盟 但他已经走不了了 楚城王的数百名侍卫 脱掉外衣 拿起武器 冲上了高台 高台上乱成一团 宋相公让儿子趁机逃走 自己却被捉拿 随后楚城王细数了他六条罪状 便把宋相公带回楚国囚禁起来 想借以攻取宋国 本是宋相公最好的称霸机会 却因为他所谓的人意而葬送了 不仁不义之徒啊 宋是公爵 提乃侯爵 处随冒爵 成王一久 实际上也是一个子爵啊 公侯伯子男 宋为首 赐为旗 楚国只是个朗木 宋公请 这是宋相公的第二次会盟 在第一次会盟地上杀掉曾国的国军后 一些小国纷纷对宋国避而远之 宋相公想再一次会盟 便不能再从小国下手 在会盟上 他选择了前霸主的七国 他的军位都是我给他争的的 他不会不听我的 而第二个选择了南方最强盛的楚国 因为一些小国纷纷向楚国献礼去讨好他 这让宋相公正好看到了机会 于是到达约定的日子 三国在路上会盟 楚国带着战车与士兵浩浩荡荡的来了 宋相公和齐孝公早就在等候了 楚城王深知自己的国家实力雄厚 但由于他的爵位低微 又不清楚形势 便卑躬屈膝了起来 三国正是煞血为盟 最后宋相公提议在慧盟的书简上签字 但其余二人都不想签 各说各的礼 宋相公都署名了 不就行了吗 你说呢 喜好 毕国就跟宋国的蜀国一样 签不签无所谓 还是你先请 慧盟结束后 齐孝公看出来 楚城王的不满 料定下次余地 他会惹事 我看余地会盟时 这个宋国凶多吉少 而很快 宋国的余地会盟地已准备好 但大夫却提醒他 小心楚城王 他请命带上冰车 保护他的安全 宋相公怕坏了他仁义的名声 那谁还会忍心对不起寡人吗 说什么 也要亲自带上这位大夫前去 最后 宋相公让法师给自己算了一挂 怎么样 这是春秋著名的离姬乱境 离姬为了自己十岁的公子西齐 顺利继位 他以国君的名义 召见太子申生 以苦情记去逼迫 太子申生 不忍伤害庶母和弟弟 拿剑玉自吻 幸亏大夫 杜元款及时拦住 离姬见苦情记败路 便想用新的办法去害太子 禁姓公明天狩猎就要回来了 一旦太子申生相告 那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 他又传达国君的意思 说思念申生的母亲心切 想要去祭祀 要申生去准备祭祀用的肉 而这边杜元款 不愿意相信这是国君的意思 毕竟献公现在还在外面狩猎 他看 逼你自杀不成 才又想出这个诡计 只想 在你向国君献鸡肉的时候 师父 别再说了 明天 见到国君这一切 就真相大买了 但令离姬没有想到的是 国君狩猎提前回来了 于是 太监二五两人 决定联合离姬隐瞒这个消息 给离姬又出了一个馊主意 让他再深深给国君的鸡肉上下毒 就把这包东西散在上面 不要毒死他 那 你又不怕 国君回来识破你了 于是 离姬小心翼翼的 把深深准备剂肉的罐子 偷了出来 撒上了毒药 而在回去的路上 慌张的掉了一块肉在地上 敬献公回来时 离姬啊 你 放好刚刚就跑了 想推 我给你留下啊 这时 侍卫来报告 国君 不好了 我回事 国君的狗在廊下偷吃了一块肉 一下就被毒死了 而离妃手里 就抱着那罐子肉 说这是深深准备献给国君吃的 厮公一下子全明白了 是太子要对他下毒手 而离姬还在一旁苦苦地为深深求情 最后 还假意 自己要吃掉那块肉带国君而死 敬献公便气急败坏地 派人去捉拿太子 而深深知道 是庶母离姬的奸绩 但杜元款苦苦请求 求求 求求你了 只有太子还在 有人会替太子 终持公道的 而太子侥幸逃了出去 杜元款却被太监所杀 国君不知原委 便下令到处通缉太子 国君 要是金金因为疼爱我们母子 而令行废弃 却宁愿去死 没想到 你一个妇人 是也禁国的设计 是个法人对你的宠爱 只要禁国兴盛 我们母子就是九死 也无悔 这位表里不一的女人 正是敬献公的妃子离姬 同时也是后来的 禁文公宠儿的树母 敬献公 因为在争敌多数的环境中长大 因此 他一当上国君 便杀掉了自己的书柏兄弟宗亲 到了晚年 他又纳了个年轻貌美的妃子离姬 对他十分宠爱 想废长利诱 他相信天命 便求助于神灵 可是巫师说 捕来捕去都不吉利 晦气将 无端费力 不吉啊 于是 禁献公让他用周易去捕 可周易还是不吉 还是不吉 奇怪 体质匪人 不利 君子战 用连山亦在战 在用连山亦时 直抽打的禁献公 与巫师满身是血 才算出大吉之卦 华上说 大吉 而太子之位早定 晋献公 决心立立飞的公子为世子 他以加强边防为由 把太子深深派去了驱沃 公子崇尔派到蒲城 公子一无风到取城 这样 晋献公身边就剩下离姬 和他所生的幼公子 而这一年 公子崇尔已经三十多岁了 十年后 晋献公的生命 似乎快走到了尽头 我听从你们二五的鸡 在国君面前流泪 都快把国君给哭烦了 东关五不想惹夫人生气 想恭喜夫人 你还是去恭喜太子生生吧 不对 恭贺太子归天 现在他又打算 听从两位太监的话 要逼死太子 于是 离击传国君的命运 送太子一件新衣 让他穿着来 面见国君 卓太子立即穿戴新衣 现在就穿吗 而这件衣服 代表是非君非臣的有罪之身 到了王宫后 已经还假意不知道 开始了他的苦情记 太子 你我二人 活得好苦啊 敬功 为后不顾 国君 宠禁半渡 正是我军禁功的好机会啊 我们是堂堂之士 怎么能够攻击 正在渡河的半渡吃病啊 有谁能到宠禁都过来 我们全群父母怎么办 你为他一击之力 幸福过万事之仁义 这是以仁义著称的霸主 宋湘公 公元前638年 宋湘公领兵攻打 支持楚国称霸的郑国 以达到威慑齐国的作用 于是郑国向楚国求救 楚国派大将成德臣率兵 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 宋湘公担心国内有失 只好从郑国撤退 双方的军队在洪水相遇 展开了战事 这便是著名的洪水之战 楚军开始率先渡洪水 牧仪便决定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 当渡过一半时 他下令击鼓 却没有动静 原来是宋湘公制止了 称自己是仁义之师 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 当楚军过了河 开始在岸边布阵 牧仪又说 再不攻打就来不及了 等他们列好阵地再打 宋湘公大声高喊 宁愿为仁义战死沙场 也不会违背自己的人义之举 于是宋军等楚军布好军阵后 楚军一冲而上十才迎战 楚军大将下令将士 直奔宋湘公的军车而去 宋湘公被楚军刺伤了大腿 宋军损失惨重 宋湘公讲究仁义 最后连旗子倒了 他又命将士去夺回来 而一向讲究仁义的宋湘公 却终究败在了不讲仁义的楚城王手里 他在撤军的路上 还在念叨着仁义的古训 不清楚自己错在哪 第二年 宋湘公伤痛发作 不治而死 虽然宋湘公 不算是实实在在的霸主 却因为他讲仁义 团结诸侯的作风 还是稳稳地坐上了 春秋第二霸主之位 不认识